好 非常非常感谢 首先感谢新星报书名收看 也感谢建筑书局 然后呢在这么一个周五的晚上 然后呢大家一起聚在这里 谈加这样一场技术与曲谋 现在社会如何诞生的 这样一个沙龙的一个主题活动 首先来讲我非常的荣幸 先说一下箭头书局 箭头书局是一个真的非常漂亮的书店 他们是北京市十家对美书店之一 很大 说明箭头真的很有钱 很有钱能做这样一个 我们很羡慕做书的人 当然对于荣幸的时候 能够在这样主持这样一个活动 也非常我非常敬敬的几位教授 我先来介绍一下 今天的嘉宾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 还有一个我们应该是国际科学院 同学院士 吴国胜教授 大家欢迎 第二个是我相信可能我不太需要再介绍了 就是我坐在我身边 最美的文庆大学的刘瑜教授 哎呀 你也留情真是真爱 哎呀 对不不不不 是被他传染了 就这两天 留情的书也 好错 对 因为留情老师的那个 两千年以来的西方也是我出版的 所以这两天 口头上老师说他 然后呢 第三位呢 就是我们 这本书的作者 技术与文明 我们的时代和文座作者张笑语先生 谢谢 这个我在想啊 就是说今天这个话题 为什么说起了一个技术与启蒙啊 现在社会如何诞生 其实这个题目是张笑语给的 然后呢 那技术 我们 因为我是一个法学专业 所以我在我的阅读里面呢 我们以往对于现代社会的理解 或者现在 当然跟现代世界可能还有区别 就是现代社会 那它什么叫现代社会的构成 我们更多的是 从一些人文是科学者的角度 去来理解的 比如说我们从起门运动以来 再往前追 追到古希腊罗马等等的 可能会有 但是更多的话 我们可能是近代以来的 就起门运动啊 文艺复兴再快 然后一直往下抖这条线 我们理解的可能是从这方面 至少我以前在做这本书之前 我很少设计说 会想到说技术跟现代社会之间 我知道它可能有关系 它的关系是什么 我是不太清楚的 但做了这本书之后呢 我多少了解了一些 那第二个呢 起了这个题目 我也觉得也挺值得去回味的 技术与启蒙 当然我说这句话 吴老师可能说 这个沃生老师说 因为他们是搞科学 搞技术的 他们非常熟悉啊 就说我会觉得 我可能说 我是不是很外行 后来呢 我跟笑语在聊的时候 他说技术和气氛是一回事 那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我觉得 要不笑语 你先15分钟左右 给他开场 好 你讲一讲 很荣幸啊 今天这个周五的晚上 把大家豪过来 忍受着北京的这个堵车 然后来参加这样的活动 我跟大家汇报的这个主题 叫技术与启蒙 然后这个非常荣幸的一点 今天我们请到这个 吴国胜老师代表技术 刘宇老师代表启蒙 我在中间扮演这个语字 那么这中间是 这两者之间 我认为是有很强的这个关联 为什么呢 我先从一个 我先从一个很小的点开始说起 就是我做这个 写这个书的时候 来做这个技术的研究 做这个技术的研究有个好处 就是你可以接触到 我们古代的 大部分人的这种普通的 平凡的日常生活 他是怎么过的 他用什么东西 他吃什么东西 然后我当时就对一个数字 我感兴趣 我说 比如说我们古代一个普通农民 他一年能种多少粮食 好像很多大历史书写里边 他没有告诉我这个事情 然后呢我就去专门去搜了 有一位这个经济史专家叫宁可 他就在一篇论文里面讲 就是说西汉的一个农民呢 大概是说 如果他的地比较好 因为当时平均一家 大概能够有14亩左右的土地 如果他土地条件比较好的 上线大概是能够收2900多斤 但如果不太好的话 他下线基本上就一年收1450斤左右 然后按照当时的人的 这个吃的口粮来计算 就这个如一家平均是两个劳动力养5个人 然后每一个劳动力养2.5个人 这2.5个人要吃多少粮食 1200斤 就等于说这个数字 1450斤是你得到的 1200斤是你吃掉的 剩下250斤 然后有一些损耗 到最后大概有100多斤的余粮 然后我们知道 西汉初年有一个税率叫什么 15税亿 这个税率一讲究就等于说 你把税一交 今年如果你的地比较差 你一分都省不下 然后如果 你再碰上一个水灾 旱灾 你就没有吃的 你就没有活路 那么为什么说 古代政府能够把你呢 最后的100多斤都能当税收上来 因为它有暴力资源 就是今天我为什么要讲 现代社会的诞生 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 之间最大的区别 我是通过这个 很具体的数字发现 古代社会最重要的资源 就是暴力 我们讲的很多 帝王将相史 讲的很多这个 成头变换 大王旗的历史 实际上 就像鲁迅先生讲的 翻开那些史书 最后就剩两个字 暴力 我们换一个比较 委婉一点的说法 而现代社会不一样 现代社会 我认为就是一个 当然现代社会能够诞生 比如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现代的政治制度 法律制度 商贸制度 我们可以不用通过暴力来 创造财富 创造资源 我们很重要的一点 是可以通过 人的潜能 人的知识 来创造这个社会 不断往前走的资源 这一点进步 真的是 真的是太重要 因为当你暴力资源 最重要的时候 每个人是 对于这个古代帝王的 一个政权来讲 他除了当炮灰 当士兵之外 没有任何意义 但是当你能够开发人的 潜能 人的知识来创造 不断创造财富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有意义 现代社会的制度 我想很多程度上 刘宜老师是专家 很大程度上 他是一个能够追求更公平 追求更自由 追求让每个人都能够 有机会去开发 释放自己的潜力 既是为了自己不断往前走 也是为了这个社会 做更大贡献的一个制度 而他的前提 一定是要对暴力产生扭转 这个扭转的关键 我们大家都知道 技术 我们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 大思想家讲 孔子讲大同社会 孟子讲老无老 以其人之老 幼无幼以其人之幼 然后我们在这个犹太教 在基督教 在佛教 在拜伙教里面 都可以看到很多 讲平等的传统 但是什么让每一个人 今天大部分人是能够吃饱饭的 什么力量能够真的让平等这个观念 落实到我们一个人身上 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动力还是技术 在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 发生转折的一个关键点 其实它使字 我自己去总结了 三股力量最重要 第一股我把它叫做 伽利略的力量 就是伽利略 他当年讲过两个世界体系 一个是古典世界 就是最好的是静止的体系 而现代世界呢 它是一个运动为永恒的体系 就是运动 也不说好坏 但是它现代世界存在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变革之中 去适应这个世界 因为它天生就是变革的 我们的最好的状态不是说 因为中国人很容易讲 这个安居乐业安土仲钱 但是最好的状态 是不断地去应对挑战之中 在挑战中不断地去适应 然后生存下去 这是伽利略的力量 第二个力量叫做 福尔泰的力量 就是自由的力量 就是你打开你的头脑 不要被任何的束缚 尤其是被教会的这些东西去束缚 被这些愚昧的东西束缚 第三个力量叫做培根的力量 培根讲科学方法力 因为我们是只有通过科学的方式 去一点一点地去验证这个世界 我们才能创造奇迹 培根有一个粉丝 他叫Samuel Hartley 这个人就讲 说我们现代社会创造财富的本质 叫做知识炼金术 什么叫知识炼金术 他说你古代世界 你创造财富的方式一共就那么歇 从土地里面来 从商贸里面来 从征服里面来 但是你一旦掌握了培根的科学方法 你就可以从知识里边 源源不断地创造财富 其实他讲了这一点之后 我们后来看到工业革命诞生之后 我们就很好理解了 古代社会里面你讲一个 比如说供应链 它是很短的 你这边这个铁架造一个钉子 那边皮匠它做一块皮革 你把这两个组合变成一个鞋 基本上它就是这么简单的 一个供应链 一个产品链 但是你工业革命一旦爆发之后 你有了蒸汽机 你有了各种各样的 液铁 锻造 造齿轮 传输 然后用它去带动 比如说纺织业 带动火车 这个中间的空间 它会有源源不断的工作岗位出来 然后我源源不断地 伟大的工程师 火车司机 矿工 科学家加入到这个过程里面 然后我们之间的互相交易 可以支撑起极其复杂的 但是又先进的这个现代社会 然后我们为了 比如说达成我们之间的合同 我雇一个火车司机 我要有公正的法律体系 我要有这个现代的政治体系 然后我要有这个 现代的这些大学 这些研究体系 这些东西都可以无中生有出来 Sammer Hartleep说 这个叫做知识炼金书 Hartleep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 他把自己叫做 叫做知识分子 intellectualist 就是说他收集当时一切的 所有只要跟知识相关的东西 不管是人文的 不管是自然的 还是工程的 他全收集 然后这个人的小圈子 后来形成了一个什么呢 叫做英国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英国皇家学会 是由Sammer Hartleep的朋友圈 变成 我发现这个传统 其实在启蒙时代 从欧洲的启蒙运动 到苏克兰启蒙运动 再到今天 它是广泛存在的 我们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后来到苏克兰 苏克兰启蒙运动的时候 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些人 比如说像瓦特 蒸汽机的方面人 比如像苏克兰启蒙运动的 一些社会学家 然后达尔文 然后弗兰克林 就是美国国服弗兰克林 然后还有Thomas 杰弗逊的老师 他们都是一个学术 小圈子里边的朋友圈 这个朋友圈叫做Luna Society 月光社 他们都是在这个圈子里面 坐在一张桌子上 我那个时候 我读到这个地方 我突然意识到 我以前没有意识过的真相 我以前跟这个 范馨老师一样 我们是学人文社科出身的 然后我一直以为 启蒙是我们这种人 坐在一起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 启蒙时代的那张桌子上 这边有我们人文学生 这边有社会科学的学生 那边有革命家 那边有美国俄副 这边有自然科学学家 这边有工程师 还有商人 启蒙时代的桌子 是这样一批人 一起坐在一起的 也就是 其实后来我一想也对 我们讲这个福尔泰 就告诉我们要自由思想 我们战胜了教会的束缚 战胜了古代 愚昧的束缚 我们的自由思想 是往哪个方向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不断去探索 自然的奥秘 工程的奥秘 探索用什么样的 技术力量能够改造 这个社会 让它变得更美好 就像今天 很多人我们在探索 我们怎么去创业 怎么去赚钱 一个现代社会 一个健康的现代社会 大部分人 其实思考着这些问题 我们人文学者 思考的当然也重要 但是不是大部分人 思考的问题 所以对我来说 那真的是一个 启蒙的 再受教育 再发现 所以有了今天 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 非常小的发现 分享给各位 叫做 技术和启蒙 其实是一回事 它都是人类的 康德讲 什么叫做启蒙 启蒙是我们 有勇气运用我们的理性 以前我们不是没有理性 是我们没有勇气 去运用我们的理性 去做很多事情 而我们现在 有理性了之后 我们的征途 既包括 自然的 星辰大 也包括 社会的 每个角落 然后 把这个 接下来的时间 交给这个吴老师 从这个 您的角度来 给我们讲一讲 谢谢 吴老师今天 他把您定义了 技术与启蒙 你看 技术与启蒙 你是技术 好 那我就 先讲 他 他都讲的 最好讲 最好 这个为 笑语这个书来 站台 这的确是一部 很优秀的书 我也是 刚刚认识他不久 他的确是有很 有才华的年轻人 这个 因为技术 以前传统上认为 是个技术活 没什么可说的 那现在你能把 这个技术问题 产生成一种 文明问题 产生成文化问题 甚至产生成一种 人类历史真正的动力 这个是很有洞察力的 至少在中国的 这个学界呢 这还是一个新的现象 当然在西方 老早就这样的尝试 我们在西方呢 这个 近几十年呢 把技术产生成一种 这个文化力量 甚至产生成一种意识形态 这是很多的 但是在我们中国呢 还是不太多见 而且呢 像张潇宇 这一本书 写得那么精彩 还是 我还是头去见到 所以我也很愿意来 那个讲两句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中国人 一般把技术 看着是一个 单纯中性的工具 技术嘛 这个就像一个刀一样的 好人拿它起切菜 坏人拿它起杀人 对吧 所以技术什么好说呢 你即使这个 这个技术产生了 一些好的后果 那是使用者得当 对吧 使用者品德高尚 和刀有什么关系 跟技术没有关系 这是一种 就是比较简单的 甚至很幼稚的想法 那我们知道 这个技术 它不是一个中心的东西 任何一种 技术是人工物嘛 人工物就说明 人类的意志 那意向性 已经被内化到 这个自然物品里去了 对吧 因此呢 每一样技术 它就内 就自带一个意向性 比方说刀 当然你可以切菜 或者切人 但是切 是它的意向性 对吧 没听说过拿刀来写字的 拿刀来爱抚人的 没听说过 你为了谈恋爱 带你把刀去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刀本身 就是切割 这是毫无疑问的 只想切割 所以这个公安局 经常缩缴刀具 为什么缩缴刀具 你说那 但是我也不是坏人 但是我 他要缩缴刀具 所以刀本身 它是有意向性的 极而言之嘛 一切技术物品 它都携带着 这样那样的 这种 这个意向性 这样那样的 如果大的技术 背后还有 还有很多文化预设 比方说互联网 这是一种技术吧 互联网是中心的吗 互联网就去起源而言 它直接根源于那种 特殊的传播文化 它假定 人们有平等的权利 来分享信息 来获取信息 它才有这种 这种架构的互联网模式 我们的互联网模式 是一个蜘蛛网模式 它最早起源于 美国的军方的 APPA网 那个APPA网 它是个蜘蛛网模式 那么你采用蜘蛛网 而不采用中央控制网 它是很不一样的 在中央控制网 这个模式下 它假定 每一个终端 它获取信息的权利 不是平等 所以它是等级式的 什么 齿箭发刀线团级 一般的交往模式 这样的 但是 美国军方 它采用那个模式 采用那个模式 它当然军事上 还是有好处的 中央控制是最大的一个缺点 优点当然也有了 效率高 缺点就是 一旦中央被摧毁 整个系统就崩溃了 可是自助网模式 就没这个问题 你任何一个局部被摧毁了 都不影响其他地方 照常运作 这大概也是 这种传播文化背后的 制度性的力量 所以你看 互联网这种模式 它本身不是中性的 就去出生而言 它就是 有文化依赖的 就是有制度依赖的 那使用也是一样的 你使用任何一项技术 你就要被迫屈从于 该技术内在的逻辑 你拿整天用刀 你就是个刀人 有莫民族喜欢用刀 他拿来切瓜 拿来切肉 当然了 如果一言不合 也拿他来说话 这就是刀人的特点 所以你使用什么样的技术 其实就决定 你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第一个我觉得就是 我们要澄清这样一个意见 在这样的事情呢 它实际上需要通过 具体的操作来实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 《笑语》这个书呢 已经把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 其实它就要展示一个问题 就是说技术这样的东西 它如何在 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中 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它第一章就挺有魅力的 那个所谓《笑语》猜想 努基猜想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努基使得战争的资源 它就扩大了 一般人不需要训练 你那个弯弓射大雕 那个太难了 一般人干不了 那这个普通平民呢 操作努基是很容易的 这样使兵员呢 这一下子就 我觉得这个猜想 是非常有道理的 其实这个猜想 以前马克思也说过很多 马克思说这个 手推木 创造的是封建社会 蒸汽木 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 它那个思路也是类似的 当然它也是个猜想 没有仔细来论证的 但这个思想 我认为是有 是有很深刻的这种含义的 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说技术本身的 它不是重新 它其实是包含着 很强烈的 这种文化预设 这种文化预设呢 就要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中国人呢 对技术有一种盲目崇拜 咱们中国文化喜欢 就解决问题嘛 甭管你是怎么解决的 其实 解决问题是一回事 你怎么解决也很重要 你使用什么手段 解决也很重要 也决定了你这个的品位啊 你的那个价值啊 对吧 并不是说我把事情做好就行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而这样一来就是说 特别是西方技术来了以后 这个西方技术呢 它效率上是没得说呀 就导致我们中国人 有一种对 现代高技术的一个崇拜 好像觉得 哎呀那就越高越好啊 到医院去提个点 全上 什么CT啊 什么玩意儿去搞一遍 把血漏重新来一遍 好像觉得呢 你不要来一遍 对我很不尊敬一样 其实你根本用不着嘛 所以这是我们下意识的这种 文化的那种反应 它其实我们没搞清楚的是 你这种这个技术的这种 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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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过分的这个推崇啊 你没有意识到 这个技术背后它会 含义是什么 你大规模的使用一项技术 它是意味着很多事情 比方说 还以互联网为例嘛 那互联网就是这样的问题 你使用互联网 那就要被迫 驱从互联网的逻辑 那你就被迫 推广一种所谓的 平等互动 开放 共享的这种传播文化 而且呢 在这个技术面前 你要想 逆 逆到而行是不太容易的 顺到而行特别容易 我们经常有一个玩笑话 就是说 在这样一个架构里面 叫做 住墙困难 翻墙异 翻墙特别容易 你们年轻人都知道 就是花几块钱就出去了 可是国家造一个墙就太难了 花的好多亿人都造了出来 刚造完 你们又几块钱就翻出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技术 它内力 它这个逻辑就决定了这一点 我们就随便举这个例子 但这个例子很多了 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呢 笑语这个书呢 通过一种 它特有的视角 其实是在 帮助大家重新理解技术 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呢 就是说这个 这个技术呢 刚才讲启蒙 启蒙嘛 过去我们经常理解成一种 好像是思想上的启蒙 刚才笑语讲得很好 就是说 思想上提供一种可能性 但是你怎么实现它 很多有时候 不是人们没想到 而是他做不到 那技术就提供一种 做得到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说技术 是一种解放的力量 它是解放的力量 不光是解放 而还是一种力量 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呢 它当然是一个双刃剑 这也说的也是对的 任何一种技术 它都有多种可能性 那我们看到这个技术呢 它除了提供某种 所谓的这个 路径依赖之外 就是你使用一下技术之后啊 你就会有路径依赖 而这个路径依赖 这个路径通向哪呢 大概是 事先是没有想到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说 你通过技术这样一个 隐秘的这样一个逻辑啊 你可能会找到一些过去 在其他层面上 难以解释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 张潇雨这个书里面 很多这样的案例 我觉得啊 这个是挺 也是挺动人的地方 就是说他发现 就过去我们 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解释 比如说过去外部的一些 关键意识形态啊 或者是非常不巧的一些 人的出现呢 来解释这些历史的事件 或者解释这个 社会变迁的一些逻辑啊 你会发现呢 都好像不怎么能 说服人 这个你如果深入到 这个技术的一个层面上看 它就特别简单 其实 特别简单 因为我们人根深蒂固的 它是一种物质的存在 这种物质的存在本身呢 它就使得我们的行为也好 我们的这个活动也好 它是一定是有边界条件的 就像打个比方 就是说 你想一个水冲过来了 那么你会发现 路上的那个障碍物啊 和它的边界啊 堤坝呀 它就共同地形成了 一股边界条件 来规定这个水流的走向 和它的这个汹涌的程度 那这些 这个堤坝也好 这个阻碍也好 这个东西 我们就称之它为 一个边界条件 而这个边界呢 在人类历史上 它是通过技术的方式实现的 就没使用一样技术啊 它其实就构成了 这样一种边界条件 而这样一种边界条件呢 你是可以对它 是可以有所预期的 所以我看它这个 它这个书里面 它讲了好多 比方说 这个粮食问题 粮食问题 这是非常明显的 其实我们有时候搞不清楚 这过去我们说 中国人都养活自己 这么没多少年 中国人好像 说大家都不种田了 居然养活自己也没问题了 这个神奇的出来的东西来自哪里呢 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很多人没想过 他以为是说我们要勤劳造成的 那你过去更勤劳 你怎么养活不了自己呢 那就是因为说白了 这个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这个事情 那是非常重要的 而绿色革命的根据 当然就是从19世纪以来的化学工业的出现 而这个化学工业的出现 又和直接和此前的那个 这个化学的本身的这个有关系 所以呢 很多的这个历史上的那些大的社会变革也好 它不光是说有一个理念就可以实现 比如我们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差不多了 我再讲一个例子就差不多了 比方说印刷术 咱们中国人特别制好的印刷术 四大发明之一 其实这个四大发明 这个印刷术在中国没起什么作用 咱们是白制好了 那古代也就是印点佛经什么的 它对中国社会的这个变迁是没有影响的 但是印刷术在西方 那就是太重要了 当然人的那个古层堡发明的印刷术 跟咱们那个也不完全一样 咱们中国的印刷术呢 一般是刁板印刷 这个平民毕生发明的那个活字印刷呢 是不好用 实际上技术上是不小心的 因为第一个我们中国字太多 第二个呢 把它弄平很困难 这个是不容易的 所以实际上中国一直主要是刁板印刷 古层堡那个古代嘛 因为它是 它那个西方人嘛 那个字母文字嘛 没多少字 才适合用那个 这个这个 活字 而且呢 活字印刷机啊 和这个这个 欧洲人的那个 那个那个 此前的机械制造 是有关系的 你看那个印刷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古代码印刷机啊 就跟一个压面机一样 是那一套东西搞出来的 所以它那个 在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前 就有一套这一套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所以 这样 但是反过来看 印刷术一出现 那就成了欧洲那个 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 极其强大 强大的东西 这个 就不要说什么 推动了文艺复兴的 这个 这个事情 由 由操本变成那个印刷本 所以如果书里边 讲到那个小故事 就是也不是一开始 就思想解放 对 就是先支持 先差点成了教会的帮凶 但是因为马丁路德 这个个人的作用 成了这个思想解放的攻击 对 所以这个 这个印刷术这个事情 它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想就是在 在印刷术没出来之前 当时的这个文艺复兴 它实际上是造就了一种 对希腊文化的 单纯的崇拜 因为它面对一堆这个抄本 就像碰到这个圣物一样的 只能 它说什么你就信什么 它有了这个 这个印刷本之后 就一个量多了 无以稀为贵 一多了 它这个 这个东西 它就不那么神圣了 然后呢 有闲人就开始拿来琢磨 这说得对不对呀 它实际上这个印刷术本身呢 它实际上是开启了整个 这个思想反思的这样 有志向性 所以这个是太厉害了 但是更不要说 他说讲过的 这个路德这个故事 我以前还不知道那么喜欢 写的也很非常的生动 就是这个路德后来 为什么反复的一个 写的很短的东西 第二个呢 用德文写 不用拉丁文 这都是一下子就 后来我们 我们科学院里面 这个伽利略也仿效 伽利略写那个对话的时候 第一个也用 用意大利文写 不用这个拉丁文写 然后采用对话题 方便普通人看 这也是它 也是它的一个 一个很厉害的手段 所以就是 我想这个书 就是把技术问题 就是 从技术的问题 不是技术问题 技术问题是一个更广泛的问题 我想它这个头开得非常好 这个 就是 就是 我们都知道这个 过去讲技术问题呢 什么工程院里人讲这个 比较合法的 你这个是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 技术问题首先是个政策 它是一个 所以在过去 我们技术学界 特别是 它一直在讨论 技术的政治蕴含 因为 每一项技术 它都会带来一种 利益的再分配 比如说 任何的新技术 它必然有受益者 必然有受害者 所以新技术 我们中国人觉得 新技术都是好的 高技术都是好的 这个 这个 所以 它没有注意到 就是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 它会要重新 对这个利益进去分配 比如美国以前有个案例 这个焦州大学好像是 是洛杉矶分校 一帮科学家 发明了一种番茄收割机 这个番茄收割机呢 发明之后呢 它就 特别有利于 那个大户人家 而且很快就把那个小户给挤了 这个是几十年代 这个应该是五十年代 然后呢 就是 有几千户 那个小户人家就破产了 就这帮人就起来 控告这个 家族大学 说你们居然研究这个玩意 让我们破产 而且我们中国人看 你这个真的是太可笑了嘛 杀人的是那个人嘛 怎么能怪那个刀呢 现在加州这帮人 居然起诉那个刀 居然起诉成功 加州大学就赔这帮人 那就说明人家那个 它的政治觉悟就比较高 像我们政治觉悟就不高 我们这样就是 那这个就不要怨天尤人了 什么这个 那就不行 实际上就是说 每一项新技术的出现 它其实就自动地 会重新分配这个利益 例如说 你现在这个疫情期间 什么的 这个什么扫码 老年人就很不方便 当然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已经提出来了 所以实际上 这是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明就是说 技术问题啊 需要唤起更多的人来关注 我想这个笑语这个书呢 是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谢谢谢谢 非常谢谢吴老师的评价 然后那个 接下来之后呢 技术鱼 叫技术 我再说一遍 技术鱼 起码 它就是鱼 然后呢 刘宇老师 我是特别 必须表达一下 第一次同场 站在上 我以前都在下面 这个 这个我的敬仰 还敬佩 然后是 因为我是学法律专业 然后呢 刘宇老师是政治学专业 所以我们就很多阅读的范围 各方面非常的接近 然后呢 我俩说的话 其实我年龄跟您差不多 我说读得您说长大的 那也可以这么说的 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呢 我想呢 请刘宇老师来说一说 教育这本书 包括说今天的这个话题 然后请刘宇老师 谢谢 谢谢笑语和这个范馨的邀请 其实 有效果 其实那个 我觉得今天我是最没有资格来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范馨跟我说 让我来 我说我技术我也谈不了 我也不懂 传说中不有个概念叫文科傻妞吗 我就是典型的文科傻妞 但是呢 就是后来我想 就是吴老师这么德高望重的都来了 我还不来是不是显得这个架子特别大 而且其实最重要的是 就是这个 笑语这个书啊 就是我读了之后真的是受到很多启发 就是还是挺惊喜的 就是我觉得到我这个年龄读书 很少有就是读到一种很惊喜的感觉 就是就是 比如从第一章嘛 刚才那个吴老师也说了 第一章他就谈这个 鲁和中国大一统的关系 因为在读这本书之前 那我刚刚读了那个 就是燕绍翔老师的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这本书 然后他里面就讲到就是这个 就是雅典的民主是怎么来的 就是雅典 就是为什么就是在世界上这么多国家 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 就是这个周边的吧 都是这种帝国 大帝国 对吧 或者是一些小的这种专制政体 为什么在雅典呢 或者在希腊那一带吧 就形成了一些民主或者准民主的政体 就是这个我们当然可以从 这个问题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谈 但是他就书里就提到了一个学术界 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说法吧 雅里斯多德也说过这个说法 就是重装步兵的兴起 对于雅典民主的重要性 就是因为在此 在这个公元前大概七八百年左右吧 在此之前那时候打仗 因为人口也不多 技术也不发达 然后打仗可能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对一的格斗式的 就是那种或者是小国 对 就是肉搏战那种 但是随着这个公元前七八百年 那个铁器以及 对 那个造铁工业的这种兴起 然后那个发达 然后呢就发现就是说 可以越来越多的普通人 他可以自己就是购置得起 这个盔甲呀 这个剑呀 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头盔呀 反正这些东西 然后使得就是 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动员变得可能 但是呢你要让这些人来给你打仗 人家说我凭什么给你去卖名 我凭什么去当炮灰呀 对吧 我们后来就是在这个十八世纪 当时就有叫美国人打仗的时候 当时就说叫无代表不纳税的 其实当时雅典人的口号 本质上就是无代表不打仗 就你不给我一个政治上的发言权 我就不给你去打仗 那他的民主很大程度上 就是这么兴起来的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了 所以我就说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技术的地方 就是这个青铜啊或者铁啊 这个演练技术的这个提高 然后发现大规模的动员 普通人去打仗变得可能了 这个就是 然后我在读了这本书之后 又读到你说 因为我们政治学里面有一个概念 叫战争制造国家 那我就想 那一个很自然的问题 就为什么战争在雅典制造了民主 但是在中国制造了 这个大一统的这种情质 这种中央集权 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 那这个同样是战争 那发现你就会发现 它战争的技术不一样 那那边它是这种重装步兵 由于种种原因 那中国 这个就当然还有很多地理的原因啊 什么这个人口规模的原因 但是很重要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笑语这本书 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启发 一个提示 就是说 他讲到弩 这种 这种兵器的方面 因为弩和弓不一样 它有一个扳机 它那个扳机使得 你训练它变得很容易 就是你要是一个 训练一个拉弓的那个 需要力量很大 对 那个士兵的话 可能要去 尤其是如果你要再马上打仗的话 你得训练个两三年 才训练得出来 这么一个士兵 但是弩这个 你可能训练两三天 就训练出来了 那这个后果就是 你可以非常迅速地 大规模动员很多人 然后这个 你如果说 你只能训练 比如说两百个人去打仗 你可能就占领一个县程 就差不多了 但如果你能训练 两万个人 二十个人去打仗 那你就很容易 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局面 所以这就是 我就是举个例子 就我不能太多地 剧透这个 这个笑语的这本书 但是就是说 这个例子 就是说明 这个笑语的这个书里 有很多的这种 这种灵 很有意思 很有趣的东西 然后我再讲一下 这个笑语的这个书的 就是一些 我觉得就是特别好的地方 其实刚才那个 吴老师也说到了 就是一个就是 就是笑语 他自己的背景 就是还是比较跨学 他其实是 是我的亲师弟 亲师姐 人民大学 对 吴老师说亲师姐 对 这个国际关系学院的 师弟 所以他其实是 政治学出身 但是我看这书呢 就是说 我感觉就是 他是政治学里面 最懂技术的 可能是这个 就是懂技术里面 最懂政治的 就是这个 就跨界跨的比较好 而且就是刚才 就是你自己也说了 包括吴老师也说了 就是其实现在呢 就是说 技术问题 本质上 就你光看技术 本身的那个演变史 你是理解不了 技术的发展 就是他在书里 也说了 比如 技术它是一个 就是技术这个东西 它能演变成一个 比如工业革命式的东西 它有无数的条件 那这些条件 能够 比如说在 就是一个非常小的概率吧 在恰好在 比如说18世纪 17世纪左右 然后在这个英国都凑齐了 这一点其实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组合 所以这就为什么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出现工业革命 可能很多地方都会出现造轮子 或者是造这个什么水车 但是同时都出现工业革命的可能性非常低 那所以比如说这个 笑语里面讲的 所以他这个分析呢 有很多跨学科的东西 比如说这种技术社会学的东西 或者技术经济学 就是说他就讲这个 比如说这个 希腊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人发明了那种初级的那种蒸汽机 但为什么他没有演变出来 就后来的这种蒸汽革命之类的东西 那很大成本是因为 当时没有这个消费市场 你没有这个 说白了 就简单来说 比如说 假如说老百姓都很穷的情况下 你制造出手表来 假如说手表 谁来买 没人买 就是说他买不起 或者说你如果说老百姓 所有的人都读不懂文字的时候 你造出印刷机来又有什么用 对吧 所以你要有一定的经济社会土壤 才能支撑起来这种技术的蓬勃发展 还有资本主义体系 对吧 你如果说我造出这个东西来 挣不了钱 就没有人来搞投资 A轮B轮C轮 就没有人来搞这个投资 没有人来买 没有人来组织这个市场 那我造出来就是我个人兴趣爱好 这个东西也没有持久的生命力 对 所以他这个书里面有很多这种 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关系 技术和政治的关系 然后技术和这种文化的关系 包括文化也很重要 就是因为事实上 就是说 这个韦伯也讲到了 这个资本主义的兴起 就是其实很多时候 技术之所以起不来 是因为我们文化上认为 技术不是一个好东西 对吧 就很多人认为 你要那么享受生活干嘛 实际影响 对 我们老说就是 人家老说这个什么 什么是第一生产力 懒惰是第一生产力 对吧 我们懒得去 去做菜 才会有这种 什么这个APP 这个美团APP 什么的 我们就是等等 所以就说 但是如果说 你在一个文化体系里面认为 懒惰是一个坏东西 人们是越勤快越好 你可能很多东西就发明不出来了 或者人们觉得没必要发明出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他这个书里面有很多这种 就是跨学科的分析 我觉得特别好 然后还有就是 这个笑语 我觉得就是 他这个书 因为笑语是一个 就是他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 但是他现在又不是完全在 学术体系里工作 所以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一个好处 就是因为学术 大家 因为我和吴老师 都在学术体系里面工作 你就知道学术体系里面 它有它的好处 它有它自己的 就是这种严格的这种对话体系 但它有时候就是 它会 怎么说 它东西像八股文 他写出来 就是你为了满足这个 满足这个学术规范 你会把一个东西写得 有时候挺枯燥的 就是你有时候一个柱 可能比原文都要长 完了你那个 就是你 一句话里面掉谷个书袋 然后还得文献宗述 还得这个那个 就是你会 有时候你会发现 有时候你读一个学术的书 或者学术诺 你把这个里三层 外三层的这个包装给拿掉之后 里面的针织拙见 其实没有那么多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笑语这个 他就没有那些包装 他直接就把这个月饼端上来 就是 就特别实在 你知道吗 对 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就是 但是呢 因为他有受过很好的学术训练 你也不觉得这个书 就是一个很文科的书 因为有些 如果是非专业的人 是写的书 有时候会给人一种 比较 怎么说 野狐蝉的感觉 那笑语他这个 他还是受过很好的学术训 你能看出他其实 不断地在跟既有的文献 既有的理论 进行对话 所以 所以读的时候 会觉得就是这个 就是和自己以前了解的很多东西 都连上了 都连上了 就是这个也是 他很好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 我就再讲一下 就是沿着你这个书 给我的一些启发 我就讲一下这个 这个技术与启蒙的 这个话题吧 就是这个 这个夸人的部分 就先夸到这 可以 可以 你就很识在我 这个说实话 就是因为 我这个就是 有些朋友 就是他们出书啊 都会让我 有时候写一个什么 腰疯啊 有时候写一个推荐语啊 什么 有的时候真的是 昧着良心夸的 但是这个书 确实不是昧着良心夸的 谢谢 就是然后 主要是我在现场 不能这么 然后这个技术与启蒙的 这个话题呢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 现在说实话 就当今这个时代 确实是 谈论这个话题的 特别好的一个时代 刚才其实笑语一开始 也就说了 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或者是至少过去的 这个五十年 一百年左右吧 和历史上的这个 几千年 甚至上万年 都非常的不同 非常的不同 然后那个 然后他刚才讲到 这个西汉的 这个粮食产量什么的 我就 因为我是这个 评客的粉丝吧 就是我看他那个书 也是就是 就是受到很多启发 那他就比如说 他们做了一个网站 叫Word in Data 就是Word in Data 然后那个 然后就看到里面 有很多的图表 你比如说 你比如人均寿命 就过去两百年 基本上就是 全球的人均寿命 就从大概三四十左右吧 也不叫人均 人均预期寿命吧 从三四十左右 到现在就是七十左右 就是这个可能 可能发达国家 可能有八十多 这个全国也六十左右 等等 就是你觉得这两百年 他所引发的这个变化 是一个海啸式的变化 包括绝对贫困率 那在两百年前 可能全球的绝对贫困率 可能是百分之八十 然后现在可能是百分之一二十 就是这个变化 也是非常的惊人的 就是那这个东西 是从哪来的 这个东西从哪来的 就是那你追溯了 就是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了 但是确实其中一个 很关键的就是技术原因 技术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谈到技术 对于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这个 就是启蒙的影响 我们经常会想到 比如刚才那个 吴老师也说到 比如印刷术 对吧 那以前可能你有些思想 只能有一小部分人 掌握着 接触着 然后完了 你大规模地开始 尤其用地方的那种 德语 意大利语 英语 印刷这些圣经 印刷这些 这些抗疫的习文的时候 立刻就有了更多的读 这个整个社会 就动员起来了 这个是一个 很直接的影响 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影响 其实还是 就是对经济发展 技术发展 引起经济发展 然后经济发展使得 以前很奢侈的很多东西 变得就是 就是很 对 你比如最简单的 就是权力 权力这个东西 我说Rise这个权力 权力这个东西 它其实在古代 是非常奢侈 那简单来说 比如说你有一碗粥 要十个人分 这个时候 你要每个人有人权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 但你假如说是 八碗粥给十个人分 或者是七碗粥给十个人分 这个时候你的宽容的成本 就大大下降了 你让一点给别人吃 你也不至于饿死了 所以本质上 其实这个 当然很像 平克 包括英格利哈的 他们有些搞政治文化的演绩 都发现 本质上 人的这种权力意识 这种宽容 这种民主 自由 这些意识 很大情况 都是因为 我们的物质条件上来 而不是说现代人比古代人 真的更好多少 人性上好多少 很多时候就是物质上来了之后 我们可以接受 就是说 大家开始七嘴八舌的讨论问题 不用一言堂了等等 所以这个技术的 这个发展 对于改观我们人类的 这种整个的这种文明 确实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我 我确实又觉得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就是 其实这个 笑语的数据也讲到了 其实历史上以来吧 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 就是所有的 当我们面对一个 巨大的技术突破的时代 其实呢 刚才那个吴老师也讲到 其实有的时候 都会发生很严重的危机 同时发生很严重的危机 这个大家可能看过 那个就是 赫拉利的那个 人类前史 对吧 他讲 农业革命 那是最早的人类的 这种技术革命 农业革命 那农业革命 就表面上看来 就是那使得我们能够 循化这些农作物 然后我们就吃得更多 吃得更好了 那挺不是 很好的一件事 但是它其实 你从这个什么 这个脑容量 这个头盖骨的脑容量 什么这些看来 其实农业时代之后 人们的生活的 那个营养程度 和采集时代相比 它其实反而下降了 反而下降了 因为它的这个 这个食物的 品种的多样性 就下降了 因为采集 你今天到这儿采 你今天到那儿采 就吃到的这个营养丰富程度很多 但是农业时代之后 而且农业时代之后 因为你为了组织农业生产 你就要有国家这样的组织 就从一开始是部落 然后到国家这样的组织 然后你就得 就说白了 你就有一个压迫性的政治结构 在那里压迫你 所以这个农业革命 其实至少在一个阶段内 反而使人的这种 这种幸福感下降了 那包括像这个 这个笑语讲的 那个书里也讲到了 这个比如机枪的发明 机枪的发明 就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那么多人当时 欢天喜地地就去打这个仗了 因为当时的人 就是实际上很多人 对对 他几十年没打过什么仗了 他就一种 好像一种 就是一种 就是这个 当然这个 这个也有很多的心理学 包括这个 这个大众心理学的分析 这个先不说了 那他去打这个当 他根本没想到会死多少人 因为那是可能就是 就是比较 就是早期的 开始使用这样的武器 在一个全球性的战争中 使用这样的武器 然后就是 那个笑语书里 有一个数据 我印象很深 他就讲这个 死了 就是索古河战争中 死了133万年轻人 这些宝贵的年轻的生命 只把这个战线往前 推进了时工一种 只把这个战线 推进了时工一种 所以 这就是这个 现代的技术的 这种威力 就是太可怕了 但是我觉得 在我们现在呢 当然我们现在 可能没有那么可怕 就是我们这个互联网 我们这些东西 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呢 也是提醒我们去思考 就是技术给我们带来 这么多的便利 这么多的进步文明的同时 它可能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陷阱 这个东西其实想起来 是挺危险 就是 就好像我们现在 我觉得人类始终 经常处于一个什么界限 就是你体力上 就是你就像一个五岁的小孩 他已经有能打死人的力气了 但是他的智性上 他还没有学会分辨 这个什么人是应该打的 什么人是不应该打的 我们历史上很多的技术突破 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体力上 能力上 已经非常强了 但是你的政治的文明 你的社会分配制度 你的这种伦理的 道德的建设 没有匹配上你这个技术的 这种突然性的突破 然后这个在当代 我觉得这个危机 已经开始体现了 就当代社会 你会发现很多重大的 甚至可以说当代社会 最重大的危机 都是和技术进步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说像最近 大家很多人谈的 像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都在谈 这个社交媒体的兴起 对于政治极化的影响 就是基本上就是 因为以前就是 你比如说在美国 虽然它有左派右派 共和党民主党 但是大家都是看CNN 对吧 大家都是看这个CBS 这个纽约时报 对吧 或者最多是华尔街日报等等 但现在你会发现 你有了互联网之后 中国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大家都构建了一个 自己的信息的回音币 对 就像比如说我和我妈吧 就我们的信息来源 是完全不同 就他看的那些东西 和我看的那些东西 就是我们本质上 虽然我们表面上 是在同一个屋子里生活 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 在不同的国家 在某种地医生 对 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看那个前一段生部 有个人有个网上传个段子 就说现在时代毕竟进步了 说一百多年前 那时候袁世凯 不是办那个叫顺天时报吗 说一百年前 这个袁世凯有他的顺天时报 但现在我们人人都有 自己的顺天时报 就人人都可以创造一个 就是一个非常地 一个自我的世界 然后不断地自我肯定的世界 那这个就是 也是技术带来的一个问题 还有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问题 就是因为现在 比如说我们讲美国 他们讲这个研究 做得比较细 贫富分化很严重 就是可能是这个 就是二战以来吧 这些最严重 对 这个贫富分化 非常的严重 就是二战以来 最严重的时候 但是其实很多人 不太知道的是 就是这个分化 主要的其实并不是 比如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这个1%的人 人挣了多少多少钱 然后99%的人 多么穷困了 或者10%的人 对90% 其实不是的 其实最重要的 贫富差距的来源 是0.01%和剩下的人 就是那个1%的人的增长 就是除掉那0.01%的人 他的财富增长 其实和其他90%的人 这个比例没有差别太大 对 没有差太大 关键是那0.01% 那0.01%是谁 就是比尔盖茨 什么扎克伯格 什么马云 马化腾 就是这些人 就是这些人 就是其实你说 因为现在我知道 年轻人里面有很多的 这种反资本苦力的 这种情绪 那这个情绪呢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 也有点非理性 因为这种东西呢 其实并不是说 他们想扎克伯格 或者是这些人 被瑟斯 这些人想成为坏人 想成为压迫99.99%的人 并不是这样 但是呢 恰恰是因为你在当代 这个商业模式 你的这种技术突破 互联网 对吧 你以前可能 你一个东西的消费者 就像中国现在抖音 做到美国去 也差不多嘛 字节跳动 就你消费者 你可能以前在美国 你最多是面对 三亿人卖你的产品 你的APP 你的 对 但你现在就是 70亿人买你的东西 那你不成为这种 就是说你的财富 肯定是指数级别的增长 对吧 那这个东西是不可避免的 但这也是技术带来的问题 就是贫富的极度的悬殊 还有全球变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工业化发展 带来这么繁荣 对吧 但是说实话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是在事先的享受一个东西 把付款的时间推迟了而已 是不是在这样做而已 包括还有现在 比如说这个权力和社会的这种不对称 那因为技术的这种发展 这种不对称 剧烈的加剧 你像我看前一段时间 有那种报道 讲什么杭州那边 是杭州那边吗 一个中学 就直接把那个摄像头放在教室里 看学生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这个学生就是这个 比如说这个 什么打瞌睡 比如说一分钟 那个学生就说 表情就恍惚一分钟 等等 就是你会发现这种 就无所不在的摄像头 无所不在的这种监控 包括像大家可能也看过 那个1984这本书里面 就是那个 它里面其实就预测到了 这种无所不在的摄像头 对于一个人的这种影响 最后它躲在屋子里 一个没有摄像头的角落里 去跟人家留下一些记录等等 所以这个技术 这个怎么说呢 就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现在从这个潘多拉的盒子里 释放的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就说这个时代 就它这个书也讲到这个东西 就是就很好的地方 就在于它有这种历史的纵深感 把我们带回到 就在历史的阶段里面 其实我们碰到这种挑战 类似的挑战都有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去 就我们创造了一个 就是这么一个美轮美奂的一个 一个就是就好像把 很美丽的花捕在手里 但是我们有可能随时把它给摔碎 对对对 所以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 就是我觉得就 这个书启发我们思考 很多类似的问题 那讲到那个 刘雨老师讲到这个地方 然后想到一个问题 有一个笑语谈过一个说 当时在疫情期间的时候 不是远程办公吧 讲到美国的那个 你说的 我觉得你给你讲讲这个事情 其实是这样子 就是那个 范鑫老师刚才讲的 就是说 因为美国在疫情期间出现了 就是你 在座的都知道远程办公 但是呢 那个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资本家在远程办公的时候 最关心你什么 他最关心你有没有摸鱼 然后美国公司呢 他现在有一个业务做得很好 就是员工监控系统 就是他 比如说你用公司电脑 然后他五分钟截一次你的屏 或者调动你的摄像头 直接看你在干什么 就是那个人 就是那个负责那个人的说 就是他那个调动摄像头 看的就好像看电影一样 你一天在家干嘛 然后监测你的电子邮件 有没有给他的竞争对手 特有简历啊 对 然后这个就构成了一个 就范琪老师想跟我讨论 就是技术对人性的侵入 入侵 但是是这样子 就是说短期内 就是我特别赞同刘宇老师刚才讲 其实讲到了这个话题 技术对人性的入侵和控制 但是长期来看呢 我并不认为说人性这个东西 就那么容易被入侵和控制 所以我 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 特别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就是我想如果从 想对这个问题给出一个回应 给出一个回答 还是要从哪看起 还是要回到历史中去看 就是今天的技术虽然非常发达 就是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但是我们人变化没有能够 我们还是有理性 我们还是有知道好坏之分 我们还是向往一个 能够让技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世界 从这个意义上 我本质上特别赞同吴老师的一个观点就是 技术永远是我们内在精神世界 对外部的一个投射 我们让技术 让我们想做的事情 外化出来 是技术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也把我们想要的那个世界 内化到技术之中 我这有可能讲的有点玄了 我就讲几个具体的故事 这里面就是那个讲到这个 雷老师刚才其实给我剧透的差不多了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工业革命为什么在 在罗马没有 就是罗马时代 它那个已经有古代蒸汽机出现了 这个书里边特别讲的 它不是玩具 它是已经发现了那个蒸汽 那个空气压缩这个空气 然后产生那个动力的原理 根据那个原理 你可以做出很多机械 也可以 如果你的锻造什么等 那个材料水平到了 你是可以做出蒸汽机来的 这种现代工程学的思维 就是有基础科学 到现代工程制作 古希腊已经具备了 但是当时为什么没搞出蒸汽机来 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你有更便宜的一种资源 就是你的奴隶 当你可以让奴隶干活的时候 你是没有钱去投入到 投入到机器研发里面去 机器研发投资 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收回来 然后后来为什么蒸汽机 在英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而且产生了工业革命 这里边是我非常赞同 就是罗伯特·埃伦 英国的一个经济史学家的一个解释 就是英国的工人工资水平 在那个时代是比较高的 当然这是有一定的历史特殊条件 比如说黑死病之后 人口大量减少 然后工人的溢价能力突然提升了 比如说英国本身 它是一个特别重商的社会 就是你不给我高工资 我就经商了 我就航海了 我挣的钱很多 所以在当时那个时候 英国普通人消费得起煤 然后煤矿企业 他就研究 我怎么才能把煤更便宜地运出去 然后因为烧煤来运煤 对他来讲这个成本很低的 他不用自己去买 所以他就研究怎么烧煤来运煤 然后怎么烧煤的过程中 就是蒸汽机烧煤 蒸汽机烧煤 然后能够抽水 然后能够帮助他更好的挖煤 他在这个过程中 投入了不断投入 这些企业不断投入了一百年 最后才有了瓦特这个天才 然后在那个时刻 把那个能够通用的蒸汽机做出来 这个天才不是他自己 在家里边钻研出来的 而是他本身他是一个 瓦特是一个就本身学历不高的人 他一开始也没有要走学术道路 他就是要讨生活 但是他对机械这一块确实是有天才 那个我打断一下 你这个真的给我书剧透了 没关系 因为书十四节 剧透一两张给大家做福利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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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是有人不断投入 然后不断地有人为这个科研去买单 然后我们才有了一个整体提升整个社会的一个水平的一个重大的革新 所以我到最后 我其实要讲这个故事 我翻了很多书 做了 就像刘宜老师说的 我虽然这个书写了不像一个学术著作 但是我尽力地保持 它学术上的严肃性 然后翻了很多资料 但是我最后要讲道理很简单 你要想让这个社会的技术变好 你要想让这个社会变好 你要想让这个技术对社会造成颠覆 你首先一点 人民有钱有闲 人民有钱有闲 就可以为更好的技术买单 有更好的技术买单 就可以有更好的科学家去投入到这里面去 这个世界的道理其实就是这么讲的 这样的话我就想到这样的 就是说 我猜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有很多的 那个之前的时候 新报的包括这个书屏的后台 有很多的提问 因为今天谈到这个问题 这三位都相关 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必须要插进来 因为太多问题了 我们只能择机选择 这次没写名字 因为以前的问题都写着名字了 那我就不说他就要写名字了 他讲的是什么 我请三位老师都回答一下 技术与文明有什么必要联系吗 你看 他直接挑战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 然后 帕子龙神庙这样的建筑 在没有高超技术的加持下 依然不检查的伟大 现在建筑有了技术的支持 他与帕子龙神庙的伟大 是同种伟大吗 技术是孕育文明的充分必要条件吗 然后这个 这个吴老师 你先来 你先来 这个概念不太清楚 当然 因为当然帕子龙神庙 它是用建筑技术 而且这种两河流域和埃及那种所谓 巨石文明 它跟我们汉文化很不一样 我们汉族历史上是没有经过巨石文明这个阶段的 就巨大的石头然后刁着 这当然是文明了 那巨石文明它追求的肯定就是那种 更永恒啊 更超越啊 那种更没有烟火味的东西 那我们就不一样了 所以第一个它这是一种技术 而是一种差异 然后呢 这是因为用石头做的这个神庙 它显示出特有的那种崇高感的东西 崇高这种审美模式和那个巨石文明是有关系的 石头本身的那个我们说高冷啊 又高又冷啊 它就崇高这个神秘意向就出来了 所以它当然是任何一种神秘模式 都是要依赖某种特种的这个技术基础的 这是毫无问题 你最后的油画也好 还是水彩也好 还是什么 你还是这个 什么音乐啊 乐器的东西 没有一项不是啊 因为本来记忆同源嘛 技术和艺术它是共同的本源的嘛 这个这个 所以你把帕森龙神庙拿来做例子 肯定是不恰当的 它正好是一种 这个以特种技术为基础的一种 一种这个艺术类型嘛 这毫无问题的 对吧 我记得海德格尔以前说这个 因为你很难想象用纸做一个神庙嘛 用一个软材料做一个神庙 那你这就不叫神庙嘛 所以你这个神圣的场所 它是要配以神圣的材质才行 高冷的材质 才能产生神圣的后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 我们汉民族历史上 它就没有一个超越的神 它神庙都少 因为它缺乏巨石文明这样一个技术的类型 没这个类型 因此你也产生不了那种特别神圣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反而是个反例 证明它是密切相关的 那那两个问题其实我们都答了 因为技术与文明什么关系 然后技术是孕育文明的处分必要条件吧 没事 是这样子 这个特别想答 因为帕特农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 就是说 第一个 技术与文明有没有关系 其实就是刚才吴老师讲得很对 文明首先要有定义 就实际上我们讲的文明 对应到比如说西方 其实有两个概念 一个叫Civilization 一个是Culturalized 就是我有教养 这个也是文明 然后我这个文化 这个人在这个地方干了什么 也叫文明 那么技术当然对Civilization 有特别重要的塑造作品 但是它对Culturalize 就是说有了技术 是不是说这个人整体来讲 就更有教养或者更好 这个见仁见智 我个人相信 我个人相信它是有提升的 因为我认为一个好的社会 应该是更平等 然后更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 有更多人享受这个机会 和进步的这样一个社会 在这个意义上 一个技术先进的社会 是一个更文明的社会 然后这个帕特农的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我要为这个事情 就是做一个事情 帕特农它文明 是因为我们在过去这个时代里边 当我们把精神外化的时候 我们投射的东西很少 因为那个年代 人类能够做出来的 像吴老师讲的 宏大的那种建筑 是非常少的 然后当有一两个这种奇迹 弯点出现的时候 我们把最高的精神崇拜 都投射到它上 而我们今天的建筑 已经不再那么承担这个作用了 就是说我们今天说 为了投射我们的精神 为了给献给神 或者体现我们崇高 这个理念的建筑已经比较少了 更多的是实用性的建筑 公用性的建筑 然后我们有一些寄托理念 它就变成了比如说雕塑艺术 这种纯粹展示性的东西 然后我们今天现代人 他去投射的自己精神的载体 反而是变多了 我特别想讲的就是一个故事 这个是居头之外的故事 然后是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朋友 我就要卖队友 因为他非常有意思 他是一个天才 他是北大毕业 然后那个北大物理系的一个天才 去那直接跟诺贝尔讲得主独博了 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天才 然后研究量子物理 然后你知道这个人 把自己的精神投射到什么上面吗 他特别喜欢日本动漫 他特别喜欢一个角色叫梁公春日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知道 他到了德国第一件事 就买了这个动漫的手办 一米多高 然后放在自己宿舍里边 每天看着他就充满力量 你说这就是他的帕特能神调 因为我看到他脸上放的那个光 跟古希腊二人精神 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 你说 我相信这个对他来讲 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精神寄图 但你说这是文明吗 这是文明吗 我们每个人都有答案 这是文明吗 这是文明吗 每个人都有答案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重大特征 然后那个 那个 请刘老师 这个问题啊 接下来 应该是你刚才这个问题第一回答 我第一回答 因为我看到这问题 对我们太特别了 真的吗 我们学习社会科技的人 是不是会成为技术的工具 这个问题我觉得 这都是搞社会科技 没有 就你刚才说的第一个问题吧 我感觉他的意思好像似乎是在说文明不一定需要技术很发达 是吧 但是 就是这个我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我不太清楚啊 就是这个帕特农神庙 他的技术含量怎么样 在当时是不是也算很鲜 当时算鲜 对 因为我如果说也算很鲜 那我觉得就是 因为有他后面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都有共识 就是说技术要很发达 它一定是要文明程度比较高 就是因为你文明程度 因为刚才我们讲的 它技术它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政治 就是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系统整个提升的一个后果而已 就技术的发展是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都有共识 但是就是文明是否一定需要这个技术 就是一定会体现为这种技术 这个以技术发达为表现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我就在想 因为在古代那个时候 技术还不算太发达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一些伟大的宏大的建筑 往往是人力劳动 就是超级密集的 对超级密集的人力劳动的结果 这个本身一定程度上 其实是有点不文明的表现 因为它往往是动用了很多的奴隶 像长城 你说这孟家女哭长城 然后这个黎山林七十万人去修 就是这个东西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那个叫什么兵马俑 你得都死的话 把那个工匠关在里面 就死在里面了 所以我在想 反正我对于这种 就是您说的这种巨石文明 或者超大型的建筑的这种崇拜 我是有一点抵触心理的 但是我觉得确实相比之下 其实帕德红神代可能也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它相比咱们的那个 就是黎山林啊 这个长城来说 它还是相对简单一点的 因为它那时候也是有努力的 只不过说它的努力 可能不像斯巴达那么多吧 就雅典来说 但总的来说 我就觉得就是说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说 就是不一定要把这个 这种大型的建筑 这种超级辉煌的建筑 视为一定是一个文明的标志 至少用我们当代人的标准来说 我觉得就它代表的是 那种极权式的文明 那种就是说这种资源动员的文明 和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尊重个体 尊重自由的文明 可能还不太一样 但是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哦 这是什么来的 第一个呢 说现在容易发生 有一种论调 请对说 我们稍微翻看 晚上的评论和跟帖 就很容易集中发现 一种论调 称为文科生歧视 想请教嘉宾 如何从技术文明的角度 评价这种论调 这是一个 第二个 你这问题太多了 不是 这个刘老师 你得回答 他说我们学习世卫科学的人 是否会成为技术的工具 这个我要谈 这个 这个说你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刚才那个 哦 没电话 你先来 那行 这个 对 我来先回答 你也是文科生 对 你也文科生 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 有一个考卷 这个考卷写着文科生 好像它上限就是80分 然后那边考卷写着理科生 上限160分 然后做这个卷子 就比做那个卷子值钱 并不是这样的 你要仔细想一点 如果你是个理科生 然后你文科造诣非常差的话 你的那个大脑 很容易被俘虏的 搞不好一个随随便便 他写一个乱七八糟的帖子 他就把你骗了 然后你就成为了他的韭菜 所以我在座的 特别要奉劝理科生 人类社会 发展到现在的所有知识 所有的智慧 它不是随随便便发展起来 你敢瞧不起任何一颗 你自己心里瞧不起还高 但你要真把它 落实为你的行动原则 你一定会上当 你搞不好就被文科生 比如说做出来一个什么 什么传销骗局啊 比如说搞一个自媒体 来收割你知识付费啊 比如说这个引导你去搞一个 什么区块链啊 这个不是区块链 数字货币 什么发那种狗狗币啊 什么东西的 不要小瞧 人类的所有知识 所有智慧 它是我们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 经过长期日积月累 它如果没用的话 不用你去说它没用 它早给淘汰了 它能留下来的 都是能够对你的大脑和你的身体 产生重大影响 所以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来讲呢 就是说从这个角度再往前去谈技术和文明之间的关系 就更触及我们今天这个问题的本质 因为你仔细想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是仔细想过之后我才理解 就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边做出来的技术 有多少能够改变这个社会 可能90%都没能改变这个社会 你连知道都不知道 它就没了 因为它从科学实验室里边到这个社会 它有经过一个漏斗 这个漏斗叫做商业化或者产业化 你可能在这个实验室里边做出一个非常好的技术 但是社会上没有人给你买单 那你就白搭 但是你在社会上这个技术 为什么会有人买单 你不理解这个社会结构社会形态 你不学点文科知识啊 对不起 你是会受挫 你是会失败 这个漏斗有很大一部分是被这个社会结构 被我们人的需求 理念 习俗 喜好 这些东西决定 你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的话 你是经不过那个漏斗的 不要以为你能够做提醒的 所以当然我们承认的一点 就是当你经过了这个漏斗之后往下 如果你的技术很厉害 它就会变成一个喇叭效应 它会放大到极大 就像二维码这个东西 二维码在日本的时候 是一个没人用的技术 然后到了中国 到了今天我们都在用这个技术 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它就是在一个信用卡 体系极度发达的时候 很难应用的技术 而到了我们这个地方 不是每个人都有信用卡 但是每个人都有智能手机 然后每一个人都在扫码 它就扩大了 你用一个纯粹的理工客来做提价思维 是很难发现这种事情的 然后你用今天这个思维去思考 我们今天的很多的现象 比如说像美团这种企业 在中国就做得比在美国大 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技术先进吗 不是的 是因为这个社会形态 更适合于O2O的 这种商业模式的增长 所以我相信是一个 必须充分理解社会的人 然后也充分理解技术的人才 才能够真正地适应 今天的这样一个 更进步的文明形态 OK OK 对 六老师 你还有补充吗这个 对 我稍微补充一点吧 就是讲到这个文科和理工科的关系 就是我不知道吴老师 可能也有他想说 文科生啊 就是文科生 对 不 他学过理科对吧 就是吴老师 其实最有资格回答 就是我就想讲一下 就是其实我讲 我看过的一本书 叫纳粹医生 纳粹医生呢 他里面就讲 就专门描述那些 给那个就是纳粹当局 做这种工具的那些医生 因为医生嘛 他本质上也是科学家的一种 所以呢我们 而且他的工作是救死无伤 然后我们理应对他们 有一个特别高的期待 然后你会发现 最后他们就成了这个 就是希特勒的一个 最前线的转眼 因为他们的这种 就是他们到最后就是 就是医生来指定 谁进毒气室 谁不进 然后就是包括 在这个毒气方案之前 包括给他们发明这种 安乐死啊 这种优生学啊 这种就是这个 就是等等这些东西 还就是这个 所以包括还有一些很奇怪的 什么怎么样使 这个黄色的眼睛变蓝 什么研究双胞胎等等 这些很奇怪的一些 医学上的这种所谓的创新 那我觉得就是 所以我从这个例子 我想说明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没有价值理性的 工具理性思维 是非常可怕的 就是你如果说 你就是说 不管这个上面 我们定的这个价值目标是什么 我们作为 如果说我们把技术理解成一个 只是把这个目标 实现的效率提高 我们把自己的使命 就仅仅设定为这个的话 我觉得是很可怕的 所以我不能说文科生 能解决这个价值理性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文科生的使命 是使得我们这个价值讨论的 这个空间不断地保持开放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文科生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 因为价值问题 是没有一个确切答案的 有的人比如说他更向往自由 有的人更向往平等 有的人更向往这个法治 有的人更向往稳定等等 所以我觉得就文科生的功能 学法律的 学政治学的 或者学这个人文的 历史的 我觉得这些人的功能就在于 使我们的这个社会 对于所有的价值问题 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态度 我们不断地 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 但是我们在立场和立场 交锋的过程中 我们能够使我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价值 不被某一 一元的东西给垄断了 我觉得这就是文科的价值 这个就是 那个 吴老师 马上马上 吴老师这边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一定是 肯定是提给你的 因为这个非常写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 吴老师 他没说你的名字 我估计前面是这样说的 吴老师 技术与科学 在现代性中 在一个 在现代性的这个 这个构建中 到底 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那后面的那句话 我没太理解 但是我读出来 我觉得吴老师可能懂 以及科学与生活中 自然语言之间的裂痕 有没有办法用技术处理 或者 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是 这个第四个问题 就是你要不你看呀 没有了 意思了 那先 先把那个 刚才你说不好说 那个意思 他就是说 科学有一套科学语言 就是数学语言 我们自然语言 有自然语言 他现在是 意思就是说 科学语言和自然语言 这种不同 有没有可能 通过技术的方式 把它沟通起来 比方说 建立一个翻译器 把科学语言翻译成自然语言 或者把自然语言翻译成科学语言 这当然可以 它肯定是不完全的 因为自然语言 有很强大的语境依赖 而这个科学语言 往往它是超语境的 我们在数学的一个 基本的特点 特别是理性 理性思维的基本特点 就是去语境化 就是说普遍性 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问题就说到这儿 你刚才第一个是说什么呢 明确地看的是提给你的 科学与技术 技术 在现代性 不是 他这样说的 技术与科学 在现代性的构建中 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说不知道 技术和科学分开的 因为 其实 就现代性的角度看来 其实科学技术是 共享一个逻辑的 要不然就没法理解 为什么科学可以转化为技术 因为一个东西 能够转化为这个东西 他一定事先分享一个 共同的逻辑才有可能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现代科学本质上 就是技术化的科学 它这个逻辑本身就要求一种 所谓的兑现 要求一种力量化的 培根不是讲 知识就是力量 科学就是力量 科学本来 科学怎么会是力量呢 科学是知识 知识就是个关键形态的东西 它怎么能形成一种力量呢 那你说某种类型的知识 是可以成为力量的 哪一种类型的呢 当然不是希腊那种 纯理性的东西 纯理性的东西 是不能转化为技术力量的 那就是近代以来的 这个实验科学 实验科学是可以转化为 这个技术的 所以近代科学和古典科学 这个根本区别就在于 它要受读实验 受读实验才使得 它成为一种技术化的科学 所以如果简单回答的话 就是说 在现代性这个视角看 构成现代性的 基本内核的 这个科学和极其技术 它其实是一丘之祸 一回事 科学本质上就是 技术化的科学 技术就是科学化的技术 只不过呢 它倒不是一步到位的兑现 不是说在近代科学的早期 就是这么来的 它是一直到19世纪 过了200年之后 19世纪是一一兑现 比方说电磁学 转化为电力工业 电讯产业 化学转化为化学工业 实验生理学转化为实验医学 那19世纪是全方位到位的 但是它这个 近代科学的整个那种 架构 那种 结构性的东西 它都是技术化的 OK 谢谢 谢谢吴老师 下面呢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这个问题是 我不知道三位谁来回答 他这么说 普通人应该如何应对 技术发展过程中 需要由普通人承担的代价 要不小别你先来吧 你开个头 哎呀 普通人好像一直都在承担代价 对 但是不代表没有应对办法 因为就像那个当年这个工业化刚起步的时候 我们也有大量的这个纺织工人去烧那个真理纺杀机 去破坏这个技术进步的点 但是这种是用处不大 这种是那个没有那个特别的 真正的 真正的这个 如果你在当时你 你那个要真的想看透这一切 然后你应该做的什么反应呢 马上转一个职业 成为这个真理法杀机的供应商 给他做那个零部件事 就是说这里面就构成了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吴老师刚才讲的 技术永远都是有指向性的 而且这个指向性对于文明的构造能力 可能比我们一般人想象的要重大的多 所以我想普通人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去要做一个 首先是要对自己定位特别清楚 第二是这个力量只能去适应 首先是去适应 第三是如果能行的话 就在里面去发挥他尽量地把 这个力量导向的对普通人更有利一些 我想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我常有一个论调 就是说 作为一个 其实这也不算是完完全全是普通人 但是也是对于我的很多就是 读博士的这个同学 因为我在德国的时候 很多朋友不仅仅是读人文师科的 很多是读这个自然的 甚至是这个工程的都有 然后我常常给他们讲一个 也算是这个传销也好 洗脑也好 就是什么呢 就说 就你们仔细想一想 你们过去就是这个专业 这里边这个知识 有90%都是纯粹知识性的东西 你在这个 读博士很苦的 然后你做了大量的工作 是在那个里边去推进了一小步 然后但是你的工作可能有大量的是机械的 比如说计算 然后重复 是可以被算法或者说计算机这些东西取代 随着技术进步 这一定是一个趋势 知识性的能力 肯定会有大量的 会被计算机 会被人工智能 会被各种算法取代 然后让你被这个社会 变得更需求的是什么呢 是你把这个专业里边知识的能力 去结合到 其他的一个领域 结合到这个社会 可能更需求的东西上 甚至你 发挥想象力 然后去想象一个 过去不存在的需求 但是你的技术能够支持它 把它变成存在的东西 你在这个方面去更努力一点 比你在那个专业领域 往前走一步 可能收获益会更大 你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才能把你的专业知识 从90分打到95分 但是如果你少花一点 保持你的专业能力 有个70到80分 然后你的对接能 把你专业的这个知识 与这个社会学对接的能力 打个30分和40分的话 行了 你是一个非常不可替代的人 因为我们社会上 绝大部分人 不知道你那个专业在干嘛 你能够给他解释清楚的时候 甚至你能够告诉他 这个东西能够解决你什么需求的时候 那你就是 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我有好几个同学 在我的洗脑之下 找了几份不错的工作 然后他在感谢我 OK 那你这个是以身说法了 然后这个问题 是提给刘宇老师的 但是我认为刚才跟我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普通人如何来应对这个 什么技术发展过程中 需要由普通人承担代价 这个问题是相关的 我读一下这位 这位读者的提问 他说 首先是刘宇老师的名人名言了 刘宇老师说过 所谓智慧 就是对事物比例的公正判断 那么如何公正地判断 技术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呢 请刘宇老师回答 对 这问题很大 就是我猜想他是想问我 就是说这个技术 对我的生活带来的好处 以及坏处 对吧 就是因为他说公正判断这个比例 对吧 这个其实跟他 确实跟刚才问他那个问题 有点关于 就是这个代价 因为我刚才想他这个 怎么去面对这个代价 我想这个代价到底是什么 这个代价是我买这个 这个美团外卖更方便了呢 还是我这个就是 比如说到医院看病 这个注册也更方便了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他确实是我们要 首先要承认 就是技术的进步 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好处 非常多的好处 他实际上就是 我觉得就是他 一个是除了我们刚才讲 我刚才讲的这种点外卖啊 什么看病啊 什么共享单车啊 什么这些东西的 这个效率的提高以外 我觉得其实他很大的一个好处 这种技术进步 对我们当代人的一个好处 尤其是互联网的这个兴起 就是他把我们 从偶然性当中解放出来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 或者在没有 甚至是没有现代化之前 就是你能够接触到的人 你生下来接触那么 可能就是三五十个人 或者你村里那三五百个人 可能你到死也就是三五百个人 就是你无法真的选择自己 到底跟谁认识 跟谁成为朋友 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有了这个社交媒体 或者互联网之后 你发现假如说你跟你身边的人 就非常谈不来 你有机会去认识 比如说你到豆瓣上有什么 比如说读哈耶克小组 或者是读科学的历程小组的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它这是技术进步 我觉得它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自由 这种解放 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一种贡献 比如说像我自己说实话 生活中现在交流最多的 往往是那些在微信群里面 一些小的微信群里面交流最多的 未必是我生活中 比如说我自己的同事 或者我自己的某些稍微远亲一点的 而且是有效的交流 对 有效的交流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感谢技术的地方 但是你要说它带来的坏处 或者带来的问题 我觉得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这可能不仅仅是对我 我想可能对所有人 一个就是它确实是 它不断地在抓取你的注意力 然后使你这种时间上的自主性 受到很大的影响 你比如说吧 以前比如说某一个场合 就是说你认识的某个人 可能吃过这饭也就 大家也就散了 但是你由于加了微信之后 然后一会儿要说 老师你帮我看一下这篇文章 然后一会儿说 老师就说你帮我 我要考博士 你帮我看下这个工作 你会发现 你在得到一些东西 得到一些自由的同时 你也失去很多时间上的自主性 还有我觉得就是 另外一个损失 我觉得也是 也不单是我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种体验 就是你会发现 你的思考的异程 太多的被这种互联网的 或者是社交媒体的一些 所谓的热搜 或者是热点事件给控制 这个我觉得是很糟糕的 已经有时候是很糟糕 因为这种能够上 所谓的热搜啊 什么这种热门话题 它未必是真正最重要的问题 对吧 你就像比如说 我看最近一段时间 老在那说杨丽说什么 男生怎么样 我也忘了他那句话 语言话怎么说了 不确信他那么普通 却那么自信 普通却自信 后来还说了一句 很有争议的话 是不是男生有底线吗 是吧 对对对 大家知道 然后我就看到 那个公号 公共号 就是无数篇文章 谈论这件事情 然后就是 然后你就会发现 对铺天盖那谈论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事很重要嘛 就值得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 讨论 不就是一个玩笑 效果就过去了 对吧 还有比如说 什么郑爽 是郑爽的 代孕的事 这种事情我觉得就是 主要还是人家的家 当然也有一些公共的价值 但是我觉得 就这件事情的公共价值 和我们所投入的时间 精力 资源 公共的这个公共空间来说 太不成比例了 但是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你会 就是我的意思 就是很多人 都实际上被这种东西 给吸引去了之后 他其实 就是他这个机会成本 是非常高的 因为人的时间 一定是有限的 对 然后你就 你比如这么多 比如说更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 对于年轻人来说 比如说全球变暖问题 这事关到你们的未来 对于就是中国的这个 比如说贫富 分化问题等等 就很多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就被这些鸡毛算皮的 然后这种 这种热搜给冲淡了 给稀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自己也 也多多少少也受到影响 但是我 我这代人 毕竟我们还是 就是说白了读指质书 长大的人 可能还稍微的 就是抵抗力还强一点 但是我觉得 对于更年轻的人 可能影响就更大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 都知之书 所以问了你这个问题之后 我看一下 我发现这个 星期报的同事 他们真的会 会弄问题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这个就回到 请教的吴老师了 这个是他这么说的 科技公司 在大家环境中 对于文明的建构 应该有哪些作为 我觉得可以接着 就科技公司 它对文明的发展 或者文明的建构 应该有哪些作为 可以有哪些好的作为 科技公司 这个是给你提 这个问题混的 实在是 这个科技公司 首先纳税 社会纳税 然后把那些技术 送给我们手上 把它变成一个 这问题好像太平凡了 OK 我想是这样的 就是刚才 因为刘老师讲了这块的时候 我也讲了 有个困扰 我顺便说一下 因为我觉得 之前的时候 没有那么发达的技术的时候 技术我觉得 今天 对我们这个人生经济的 超不想象 从来没想过 会有微信这个玩意儿 就是或者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 在我读 我没想过有网络 杜小学中 哪想到有这个东西 接触的很少 但现在来讲 我觉得 我觉得实际上 是有很多的美好 是 可能笑语 比我们年轻 半倍 对 他可能没有这个困扰 像我们 这个可能 吴老师体会就更深了 就是 发尔赛了 发尔赛了 就是 比如说吧 我觉得像我们上大学的时候 你也是90年在上大学 90年在上大学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 就是有一个体验 就是同学之间写信 对吧 纸质信 而且是用笔写 就是纸质信 就是那个写信 而且是 当然了 不一定每个人的书法都好 但是每个人的字 都是自己个体化的字 就是你自己个人的印记的那种字 然后呢 就是你在这个写信 然后寄出去 等待当中的那种焦虑 那种盼望 那种甚至是甜蜜 就是说 你现在一秒钟 就把这个微信发过去了 然后一秒钟 他就回过来了 就是 这种东西就没有 不是 还有一个 我还不想给你回 我现在 以前的那个微信上不敢给你 好像这个 你看啊 我觉得就很微妙那些表情符号啊 一个个都又咋了啊 没有表情符号不会说话了 在微信上 真的是这个感觉啊 我想回应一下 我必须展示出我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这个 因为在比如说你可能回想起当年你能够随便写情书那个时代很美好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一想一想这个情书的底下谁给你在送 多少邮递员被这个地方几十年如一日骑个自行车风里来玉利区 然后这个地方要有邮局 要有邮筒 然后一整套的人在为你做这个 我想讲另外一个故事 这个可能跟邮局有类似的地方 就是非洲有一个国家叫肯尼亚 然后他这里边他有一个公司非常神奇 他叫M-Pesa 这个公司做移动支付比我们的支付宝还早一年 但是你可能会有个问题 非洲人用得起智能手机吗 他真用不起 他在短信系统里边做的 就是你发一个短信 然后你的话费就是你的银行账户 然后你说转账 确认是 然后发了短信出去之后 他把花费就转给你了 这个东西最大的用适是什么 肯尼亚这种地方 它大概相当于我们80年代的中国 它是老百姓出来到首都去打工 钱带不回去的 你没有银行卡 因为你的老家没有ATM 没有银行网点 你带现金回去会被抢 就像我们八九十年代 也坐长途车坐火车的时候会被抢 然后一旦有这个电话 就是功能机给你做这个 在短信系统里边做这个移动支付的时候 你可以安全地把你一年辛辛苦苦地打工的钱带回去了 这个是 我想对于肯尼亚人真的是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就是他技术力量居然可以让他完全跳过我们经历过的大规划基建 这样一个时代 然后直接进入到一个现代的 如果我们要促进一个经济更好的发展的话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现代金融体系 所以我想 这个侧面也回应了刚才吴老师面对的问题 科技公司在这个时代能干什么 我们一开始不知道科技公司能干这个事情 他一开始就想赚钱 结果他居然干了这样一个 我觉得很伟大的一个事情 然后 但是是不是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在干什么好事 我觉得不是 这一点 这一点呢 当然今天也不是点 也不是要批判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 我们能够影响这个时代的人 永远是少数人 可能扎克伯格 可能马斯克 永远比我们这些人 更有能力影响这个时代 但是有很多新一代的年轻人 真的可以利用技术的力量 站到那个位置上去 站到能够塑造 重新塑造一整个国家 和一整个社会的位置上去 我觉得我写这个书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讲故事 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听 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这样 OK 这个问题是特别专业的 我觉得应该要读出来 就是这个 吴老师 我老找你 又是您的问题 科学有 我没听过 科瓦雷开创的 思想史纲领 技术史 可否也有自己的思想 慢落呢 换言之 技术史 是否存在 边史 是边年史还是什么 存在边史学研究的 边史学 这个我还听到这个无知 对不起 请吴老师回答 这个太小众了吧 这个话题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 他们既然提上来了 肯定是一个 他们觉得很好的问题 因为科学史界有很多纲领嘛 边史纲领 实贞主义的 有这个社会史的 其中重要的一个是思想史 科学思想史就是 赫瓦雷所说的 那么这技术史有没有类似的 它不明显 其实也它是有的 比如说盲夫德 就是我们赵小语 这个书里面 就有 对 它这个书名 它是一样的 也技术与文明 而且那个你也引过它的东西 那盲夫德这个人 就可以说是一种 技术史领域里面的 科尔雷史的东西 它是相当于技术思想史 它很强调 技术背后是观念 技术背后是文化 技术史不是关于 技术发明史 技术成就史 技术设备和机械史 它认为技术 本质上是观念 那我现在这个 趁那个 宣传你这个书的机会 也可以宣传一下 盲夫德的书 它的完全一样的名字 大家去比较一下 看那个盲夫德 跟我们张小语 写法有什么不一样 它就是 刚才那个 它就可以说是一种 技术思想史 而且盲夫德的影响呢 当然它没有科尔雷 在科学史界的影响那么大 但是也可以说 可以比拟吧 因为那个 传统的做技术史的 都是一些 做具体的 比如说什么 风箱的历史啊 什么水牌的历史啊 这个 这个野精啊 什么这些东西 那盲夫德出来以后 他就发现 就是我刚才说的 技术的东西 技术的本质 不是技术的东西 就是你 找眼于那个技术 那个东西呢 你是看不到技术的本质的 所以盲夫德就 就提出很多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思想 比方说 盲夫德有个名言说 他说这个 工业革命的关键机械 不是蒸汽机 而是钟表 这个大家一听就觉得 挺有生意的 工业革命的关键机械 不是蒸汽机 一般我们过去认为是蒸汽机 他说钟表的发明 才是最重要的 他又接着说 钟表来自什么地方呢 来自于修道院制度 准这个道理是吧 他又进一步说 说最早的机器啊 其实不是 这个 什么铁啊 铜啊 这些物质材制作的 它是那些 鲜活的这个肉身制作的 所以他提出 聚机器的概念 他说这个金字塔 就是最早的聚机器 金字塔 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 一个能量流和物质流 的一个结构性的东西 而这个金字塔 刚才这个刘毅老师讲 他不大喜欢的 这个聚技术 是对的 实际上聚技术 它当然是灭绝人性的 它是反对个性的 它是要什么 整齐划一的那套东西 你看看 经过这个这么一讲 你发现 盲福德讲技术的方式 是跟普通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读他的东西 觉得就跟读张晓宇的东西 一样的 这个人就是大师 OK 这是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我在说一个最后问题 之前的话 还是给那个 吴老师 刘老师 最后的一句话 我还是想 我是卖书的 还是说一句话 评价下这本书 但是你们先想一下 然后我先把那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给刘的 技术将带领人类去往何方 众所周知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也很喜欢 尤其是生物技术的发展 对人类伦理的产生了前所未有的 结构和冲击 那么他这个问题是 是否应该就此限制技术发展 还是以进化类的视角 任期发展 我每次听到这个任期发展 好像是不应该吧 什么东西 这个怎么讲 你 第一 这个限制发展 你几乎是做不到的 因为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囚徒困境 你有本事把联合国五常 全都说服了 你可以限制 但是做不到的话 谁只要稍微有一点突破 那一定会在这个竞争中 占到优势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可能属于我们 这个文科生的幻想吧 应该是很难做到的 但是那个 关于这个生物去突破伦理 去突破这个 这一点的确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说 这里面有两个 我想要同时注意到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就是什么呢 如果纯从生物学意义上 理解我们 我们自己 我们的身体 其实说 生物学里边有句 也不是 反正我学生物的同学里边 就经常说一句叫做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辆车 我们的基因才是司机 这个 我们死掉了 就是他换了一个车 换了我们子女的那个车 再继续开 所以 真的如果你用生物学的角度 来看我们这个伦理的话 肯定得出来的结论 非常不一样 但是进一步来讲 技术是我们创造的 这跟下一代当然有联系 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在这里面有自由意志 和选择权能是我们 我们希望这个技术 服务于的群体也是我们 然后当你觉得 这个技术与你的幸福 与你的理念 与你追求的东西不符的时候 你是完全有自由意志 去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推动 你作为一个个体 你说 你去推动 一个禁止技术的 这是你个人选择 自由选择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作为我 我可能个人更选择的是 我去倡导或者呼吁 怎么能够让这个技术 为每个人的价值 为整个社会的 就是我们讲 功力主义的最大价值 能做更好的贡献 我觉得这个机制和潜能 永远是存在的 好 那个吴老师 请你讲一讲这个 最后这个问题 三个人 我作为主持人 我要 必须回答 对对对 就是刚才说 就技术这个 伦理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两方面吧 就是说 现代技术呢 把这个 设备是生物技术 它把这个伦理问题 推向一个空前的 惨烈的程度 要直接可以对你开刀啊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我也不太暂时 你刚才说的 拿它没办法 其实是可以有办法 就国际合作嘛 就是立法禁止嘛 对吧 那个贺建奎 冒天下之大不危 那你就坐牢嘛 对吧 那你愿意坐牢 那你就 对吧 这个是 是可以做到的 就是说 主要首先是取得共识 因为你如果你没共识 这就很能做到 那为了取得共识呢 首先要发掘 所谓的技术的伦理含义 因为你 如果你持有一种 技术是中性的眼光 你看那你谈不上了嘛 还是那个好人用来 做好事 坏人干坏事的问题 可是问题是 那贺建奎 搞基因编辑 他做了什么坏事呢 他其实很多中国人 是搞不清楚的 甚至我们当时的主流媒体 差点要发色论 要赞扬他 为国争光的 对吧 他是走了 除了世界的前列嘛 别人不敢做 我敢做 对吧 那这就是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 其实我们整个中国社会 对技术的伦理含义 是很不清楚的 这个好多年以前 我觉得是 也许二十多年以前 当时那个 克隆阳出来以后 当中央电视台 那个崔永元 还喊我去做了一期节目 就讲那个克隆 这个事情 那当时的科学家 他一般都认为 这个咱们还是要踢开伦理 搞科学 伦理学 限制了我的手脚 还是我们 最终是挡不住嘛 我当时就很气愤 什么叫挡不住 你就可以随便做 那这个杀人犯 从来也没有灭绝过 那你就是允许杀人犯了 允许杀人了 这两个问题嘛 你挡不住和你要不要挡 这是两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第一个 中国社会 是急需要 加强这方面的一些 教育啊 启蒙啊 启蒙嘛 然后呢 你获得共识 获得共识 那就好办 如果国际社会 都认为这么做不好 那你可以立法 你可以签国际公约 这是可以做到的 第二个呢 我也觉得呢 就是说 不必好像那么 风声鹤唳 一听说 生物技术来了 吓得昏声发抖 这个呢 我是觉得我是一种 谨慎的乐观的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技术 这个东西啊 它是动态 它不是说 突然蹦出来 一个完整的技术 搁这儿 你要么用 要么不用 它不是这个情况 它其实是一个 自己的变迁之中的东西 变迁过程中呢 人和技术产生 也是一个密切的互动 比如说最近 这个自动 自动驾驶汽车 它就不是个 承受技术 那你开始 如果先言地说 自动驾驶 面临很多问题 咱不要搞了 这你是很难做到 就是你说的 面临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嘛 他就做 做到做发现 它还是有问题 比如说那个车撞了人 这个责任算谁 你对这个问题 如果赔偿的话 那法律上应该 为谁赔 是那个 你那个乘客赔呢 还是那个公司赔呢 是吧 这当然它是有问题的 那有问题的话 你就可以解决 是吧 那你比方说 现在模式识别 不是前一日 也出了个问题吗 把前面车撞了 因为前面那个车 一个白色的车 是天空 以为是 那是技术问题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高技术 它现在它还是一个过程 它并不是说是一个 从天而降的 一个完整的技术 它实际上还是在一个 互动之中 只不过呢 传统上那个技术 跟人比较疏离 它是现成的给你 你就用 现代技术不一样 因为我们是要 亲眼践踏成长的过程 所以这个事儿 我认为就是 人们参与 这个技术构建过程 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现在 发达国家特别讲 公民参与 公民意识 你技术现在是个公共事件 你任何技术 都是公共事件 不是说你商家自己的事情 特别是你要做大的事业 即使像马斯克这样的 那你也做的是公共的事情 你搞新链 比方说 把地球绕这么一圈 天文学家就不干了 说你这个围他以后 我们看不清楚天文的事儿了 我们天文学家 还要不要玩了 比方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还有我们 中国人 觉得还跟我们没关系 我们看看热闹得了 这是不对的 中国人要成为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 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这些大事儿 你首先要关心 这个世界大事 关心高科技的这个进展 关心每一样高科技 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 而且要在它 最坏的结果出现之前 就要制止它 这是可以做的 刘伟老师 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两个 吴老师已经说得非常好了 我就是稍微补充一点 就是其实现在讲到 这个科技伦理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 这个东西可能 它只能是一个试错的过程 就是问题出来了 咱们就 就是说至少过 对去面对 你比如像最近就谈的很多 这几年谈的很多的 就是这个 就是UBI 就是这个基本 无条件基本收入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来源于 对于所谓机器人崛起的 一种 一种 对 一种对冲 一种策略 对就是觉得 就是至少有一段时间吧 就大家会说 AI的崛起 会导致大规模失业的出现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应对 这个大规模的失业 那我们可能就要准备 这个无条件基本收入 失德 万一这个失业潮来了之后 大家不至于饿死 或者发生阶级战争等等 这东西 就是 所以 但是 好像最近又说 AI可能崛起的 不会那么快是吧 好像是 好像是有这些说法 但不管怎么说吧 就是 就是我觉得 这就是一个例子 就是讲这个 这个技术可能带来 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威胁 然后咱们去 预备这个方案 还有一个 就是最近 也谈的比较多的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互联网 对于选举的这种影响 就是 那年因为 很多人开始讲这个 就是这个川普当选 是因为 部分程度上吧 是因为当时 俄罗斯操控的一个 英国的什么 这个 对 这个个人信息的公司 然后 开始有针对性的发广告 然后后来不是 扎克伯格之类的 还上那个 法庭去 去讲 要去陈述 他到底有没有 就是说这个 违法的释放 他的用户的 个人信息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很艰难的一个钢丝 那因为他就说 你 你要 你就说 因为你这个 这个 这个社交媒体的影响 可能甚至影响了 美国的大选 因为美国的大选 最后他的得票率 就差那么 12%的样子 对 所以你要影响了一点 可能真的就影响 这个选举结果了 所以现在呢 就说那这些大公司 他就开始说 那我要开始控制 这个网上的言论了 那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打这个 比如标志 说这句话 未经查实 或者这个信息 未经查实 那后来就直接封 川普的网站 那个个人账号 但是其实不仅仅他个人 还出现了一大批 几千个人 可能上万个人的 这种 这种个人的 这个账号被封 那这个是不是又走过头了 现在又有很多讨论 所以这个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其实这个科技伦理 不太好把握 因为你想控制 这个所谓的 这个坏的言论 或者是 所谓的留言 谣言 这些东西 但是呢 你又可能 在控制这些东西的同时 侵犯言论自由 所以这个东西是 所以我就说 他肯定这个东西 要打官司 最后看最高法院怎么说 但是它真的是一个摸索的过程 就是 其实就是刚才 吴老师 最后其实是一个社会 建立怎么样的 道德故事的问题 OK OK 非常感谢 因为这个时间 咱们已经差不多到了 这个 今天今天谈了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首先呢 吴老师呢 是今天拍了戏过来的 对 吴老师先拍了一天戏吧 对 那个可以剧头是吧 其实本来今天 那个许志远也要过来的 因为 他主要 不是说为了这本书 主要为了想见刘悠老师 因为好久没见了 不是 我是老朋友 是真的 是真的 因为他跟我讲过 好像很久没见了 因为都是老朋友嘛 但是拍了十三腰 是那个 我可以什么 剧头了 做预告 做预告 对对 但是那个 非常感谢吴老师 因为 拍了一天节目 非常辛苦 非常辛苦 当然 非常感谢 那个刘老师 刘老师最近 已经很少 很少出来 做活动了 这个 我觉得 也非常的难得 有这么一个机会 谈这么一个话题 那么 大家也谢谢我们的作者 赵小语 谢谢大家 对 是这样的 我问了个问题 还打吗 就是 一句话 推荐一下这本书 一句推荐那么多了 不用了 不用了 好 那请吴老师 一句话 推荐这本书 通过技术 理解文明 OK 对 这个 同时也 循服技术 获得文明吧 谢谢 谢谢 这样的 咱们现场的这样的 我看到 非常感谢 咱们书店的朋友 就是今天 现场的咱们 这个活动就结束了 但是呢 其实 我看到 嘴不得很多 吴国生老师的书 你的书是最多的 然后是 刘老师 刘老师 刘老师应该也好几百 对 这可能要签名 今天来了话 要过来签名 然后 但是这个时间 我不懂啊 我交给你们 叫书店来安排 好吧 那下面就是牵授环节 请三位嘉宾 一步 那个蓝色桌子那里 然后读者 就在我同事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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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